父母被鱼头人欺骗 命丧黄泉 儿子有独眼哥哥 活了下来 那随着时光流逝呢 独眼哥哥 他长大成人了 独眼哥哥此时 正在花园里收集蜜蜂 然后把蜜蜂 绞成碎末 这次要干啥呀 哎 这药水可以直接变成食物 哦 我懂了 我们这是要造出 土址的那条鱼 这鱼长呢 也是够别致的啊 大大的脑袋瓜 上面还顶着葫芦吧 来 让我试一试 OK 我们的人造鱼完成了 什么 不能用 难道是我的眼条的 再来一遍吧 这回相似度已经达到了100% 不过 这条是用来干啥的呢 总不是用来撕的吧 哦 原来这是用来钓兔子的 这是什么鲜蜜兔子 竟然也是个独眼 快说 你跟独眼哥哥 是什么关系 我跟你有啥关系 不说是不是 那你就别怪我 先好你手辣了 注意啊 前方画面有些密口 我就给大家看一眼 哦 我说说说说 甩 我们现在 来到妈妈的出装柜 从箱里取走妈妈的花 又拿走了爸爸的烟嘴 难道 独眼 你是不是想复活你父母 完了完了 哥哥也走进了父母的屋区了 等一下啊 那么进行一丝的活人禁品呢 难道是 消失的弟弟 希望是我想多了啊 复活一丝 终要开始了 哥哥给父母带上他们的随身物品 又装上了新的心脏 然后将棺材板盖上 之后棺材上 散出了神秘的符文 等再打开的时候 父母 真的复活了